葱烧豆腐怎么做才更好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详细做法 葱香浓郁豆腐入味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今天做啥菜呢 今天分享一道葱烧豆腐 把豆腐掰成小块 为啥不切呀 今天给你做一个从来没有吃过的葱烧豆腐 准备一根大葱斜到切成马蹄状 就是薄片 稍微多一点啊 这样味道才香 切好放盘里备用 接下来调一个料汁 加半勺盐 少量鸡精 少量白糖 加一勺生抽 老抽先少放一点 一会儿不够再放 挤一点蚝油 加水一定要多一点 搅拌均匀备用 碗里加一勺淀粉 加少量水 搅拌均匀备用 锅烧热以后放油 油热以后下入豆腐 刚下锅先不要翻动 把这个锅稍微转一下 要不容易粘锅 定型以后再转锅把豆腐煎一下 豆腐煎锅以后味道特别香 煎好以后翻个面 把两面都煎一下 煎豆腐油温不能太低了 一定要控制好火后 家里面的火可以全程大火 这样豆腐不会吸油 煎的颜色黄一点 表面脆一点 这样烧的时候更能吸入汤汁 更入味 煎好以后盛出备用 锅里面留底油 再放一点猪油 用猪油炒豆腐味道更香 放一个八角 下入切好的大葱 小火慢炒 大火容易把葱炒糊 把大葱炒至颜色味黄就可以了 这样它香味才能被吸发出来 下入煎好的豆腐 下入调好的料汁 开大火把豆腐烧至入味 千滚豆腐万滚鱼 炖的时间长了才好吃 炖至入味以后把大料挑出来 勾芡的时候 水淀粉先少放一点 然后先炒匀 料汁和淀粉一定要分开 先放淀粉的话 汤汁会很快浓稠 那样豆腐不太容易入味 炒至汤汁有一点粘稠就可以了 第二次下入水淀粉 这样它这个料汁才能包裹在豆腐上面 开大火翻炒 让这个料汁完全能包裹在豆腐上面 吃起来才有味道 只勾一次芡的话 豆腐里面本身有水 那样的话 上桌以后一会就出水了 相当于那个芡没有勾一样 撒一点葱 葱叶子不要浪费 切碎以后撒进去即可 炒过以后的葱和生的葱 在香味上有互补作用 砂锅烧热以后再把豆腐盛进去 一热顶三鲜 从头吃到尾 豆腐也是热的 每天都分享各种做美食的小技巧 您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可以找到我 喜欢的话您也收藏起来试一下吧